车辆行驶过程中突然爆发动机故障灯亮 今天这辆客户刚刚开关了丰田皇冠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先介绍411看一下故障码 可以看到这个P0016故障码 这算是咱们汽车工的老朋友 老师傅们看见P0016肯定都会觉得很亲切 所以你可以看到取车位置和突轮车位置不可信 这台车读取数据流不明显 因为它要跑个几十公里才会爆发动机故障灯亮 所以我们直接上试波器 这是双通道的试波器 现在我们接上A通道和B通道 A通道接着是有故障的气缸链一 B通道接着是没有故障的气缸链二 我们先做一个对比 看一下突轮轴位置传较器的波形 在使用之前我们要把标准参考值抬到5V 然后选择5V或者是传较器 我们可以看到A通道和B通道的波形有很大的区别 先看A通道红色波形 这个信号盘位置的波形 宽度不一致 B通道就是一样的 说明A通道确实有问题 诱发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应该是A通道信号盘变形 两个通道的信号盘一样 配件也一样 这一对比就很明了了 维修的话更换一个信号盘就可以了 其实引发P0016的故障码还有很多原因 微微踢薄故障 证实镊条拉长 证实张景气故障 以及机油压力不足等 怎么样现在面对P0016的故障码应该不怕了吧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当的 评论区告诉小妹妹吧